手游酷玩 嘿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星星猴 今天咱们继续我的会说话的汉克狗 那么汉克也是即将升到20级 这个汉克的话有一个地点非常有意思啊 那么跟其他的人不一样 汉克当你打开这个卫生间的图标的时候 他自己就冲进去了 不像这个汉姆猫你需要去给他拖进去 那汉克也是成功升为到了20级 20级自然是一个成长阶段 应该是每5级进行一个成长 汉克现在明显比之前又长大了很多 而且汉克总是保持微笑啊 也是比较的有趣 那汉姆猫呢在长大以后就没有小的时候好玩了 所以说我觉得汉姆猫的这些表情 好像没有汉克更丰富一些啊 那么汉克这个我的会说话系列 我也是比较的喜欢 而他这个地点是属于夏威夷的这个热带群岛 看过汉姆猫 我的会说话系列第二部的这个预告片的话 就知道汉姆猫有一个小宠物 像一个小精灵一样就跟着他 那么汉姆猫有一级为了摆脱他 甚至开飞机来到了汉克这边啊 但这个小精灵甚至叫出了他自己的一群朋友 那么汉姆猫也是没有摆脱掉啊 汉克的话肯定是不爱吃之前的那个 因为你可以通过他吃饭的表情来判断他喜欢吃什么东西啊 这也是来一个圆一踏步 左右脚算一个热身 那么汉克的主要玩法是拍照大师 他有一台这个相机可以揭露在热带岛屿出现的珍稀动物 那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一些动物乐园的这个出现地方 来摆上我们所需要的道具 然后在盘中放上食物才会吸引出不同动物 那汉克也是有一本画册 通过照相来把照片记录在里面 通过不同的道具可以吸引出不同稀有动物 然后动物被拍照之后 如果他是稀有动物的话 或者是这个知己动物 甚至我们会解锁跟他相关的一部分的服装 这也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综科玩法的话 我觉得汉克要比他猛猫跟安吉拉都好玩 那在第二章的话 这个是猴子给他拍一下 然后每个地点的照相地方会有这个储钱罐啊 我们可以定期去收集一些这个金钱 那这也是解锁了这个跟猴子有关的这个帽子啊 这是2000多金币 咱们没有钱买不起 那这个游戏的金钱呢 并不是太好记载 但同样相比 汉克猫呢 这个汉克狗的金钱要好赚很多啊 咱们现在已经是3000多 那汉克猫基本上就是维持个300多400左右 那好不容易攒点钱 买点吃的又没钱了 这个汉克猫还是比较穷啊 这个汉克很可能是 这个地点比较好啊 比较容易赚钱 同时吃的东西相对说便宜 他们当地有这个热带的食物 这黄金沙发 我记得当时花了很多钱购买的 为了吸引到更多的这些动物啊 游戏的话 我给出的是四星评价 身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咱们用一下这个饼来放在这 吸引一下新动物 回到老家观察一下 咱们看看能不能给汉克买一件衣服啊 他到现在还是这个光的身子啊 好像没有衣服 那买一个这个衣服吧 这个条纹的衬衫 这个衣服裤子是一号的 也比较符合汉克的配色 好 现在汉克有了衣服 咱们再去看一眼这个图 究竟有多少动物啊 哎 这个熊 他的这个脸没有转过来啊 我拍不到他 那让他跟这个企鹅两个人一起拍吧 好 缩小画面 他们二人在玩这个翘翘板 你看这个企鹅就是明显体重不行啊 这个熊站上去之后 把企鹅会一直保持在空中 那这个尼鹅的话会经常到这个收铁旁边 之前好像也出现过 好 又获得了一部分钻石啊 还是不错的 有一定的收益 出钱罐可以拿一下 或者是去下个地方 看一下有没有新的动物加入啊 还是这个猴子 哎 这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 感觉挺奇怪的 好 照下来 原来来过 好的 那本期游戏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看我的视频 请订阅手游酷文 我们一会带来更多 关于汉个狗的精彩内容